就在刚刚,国平又传来一个重磅消息 国平也是正式宣布退出今年的亚锦赛 原本定于9月28号的亚锦赛将于卡塔尔举行 众所周知,世界上乒乓球实力最出众的几个国家基本都在亚洲 可见亚锦赛也是高水平的赛事 对于参赛运动员来说是一个难得的练兵机会 因此亚洲的国家也都很重视 那么为什么国平却选择退出亚锦赛呢 首先是因为国平刚刚参加了东京奥运会 取得了四斤三银的好成绩 目前已经回到了国内 度过隔离期后,国平队员很快就要为全运会做准备 可以说全运会和亚锦赛在日程上冲突了 全运会刚打完,基本没有休息时间 亚锦赛就要开始了 因此对国平运动员而言 这么连续的奔波非常的不利 还有一点大家都知道 全运会堪称是世界上乒乓球比赛水平最高的赛事 在球迷口中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就是乒乓球奥运单打冠军 不一定能获得全运会单打冠军 这是因为几乎全世界最顶尖的乒乓球选手都在中国 稍有不慎就可能暴冷输球 因此在全运会练兵比亚锦赛练兵更有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 韩国队和日本队决定派选手参加亚锦赛 不过日本队派出的全是年轻人 伊藤美成和张本志和等名将并没有报名此次亚锦赛 而韩国队则是全主力参赛 如此一来韩国队夺进的希望大增了 伊藤美成曾扬言要在11月份的士兵赛上 击败5名中国选手 伊藤美成选择放弃亚锦赛 或许就是想借机会考察国平队员的状态 因此国平退出亚锦赛 只怕伊藤美成的小算盘就要落空了 经常关注国平新闻的球迷都知道 伊藤美成是一个记一吃不记打的球员 他经常在赛前发出豪言 要向国平发起挑战 然后在大赛上屡屡被陈梦孙颖沙等球员击败 在赛后采访中还频频流下泪水 然而就这样伊藤美成还是不服输 在东京奥运会上终于获得了一枚混双金牌 这也使得伊藤美成信心大增 虽然在女单和女团比赛当中都输给了孙颖沙 但伊藤美成决定闭关训练三个月 扬言在11月份的士兵赛上一举击败五名中国选手 如果国平选择参加亚锦赛 那么也会导致我们的阵容提前曝光 伊藤美成会趁机摸透国平队员的技术特点 当然还有一点 打完亚锦赛后士兵赛就要开始了 中间的休息时间很少 综合考虑之下 刘国梁等国平教练组还是决定放弃亚锦赛 不得不说刘国梁还是技高一筹呀 让伊藤美成的小算盘落空了 而国平放弃亚锦赛其实也是暗藏了许多因素在里面的 除了和全运会冲突还有疫情因素 毕竟国外的疫情不容乐观 此外面对伊藤美成这个强势的对手 刘国梁也是选择了稳妥的办法 放弃亚锦赛 让国平队员在全运会练兵后再备战士兵赛 避免在士兵赛上被伊藤美成逆袭夺冠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刘国梁放弃亚锦赛的做法赞同吗 欢迎在评论区当中说出你的观点 关注体育圈瓜总 了解更多体育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啦